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我以往讲普通话来说呢 更加束缚 更加顺柳 当然也有反对声音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双刃剑 不可能说全都是叫好 没有叫坏的 再说不喜欢我已经多了去的 也不在乎借一个两个 我想说是什么东西呢 我原前做六百多期普通话的时候 我个人是简直觉在有些录制方面来说呢 比较聚紧 不是特别放松 但是呢 说地方话的时候呢 我突然会感觉整个人呢会非常放松 以一个放松的状态录制视频呢 要比以一个非常聚紧的方式 录制视频呢 要来的束缚很多 所以呢 我个人还是选用这种低放话 当然了 很多人反馈的是 你讲一些大连低放话的时候 我们外地人或者不是当地人是听不懂的 正对这一点问题啊 我也是回去思考一下 我会以后呢 把一些你们听不懂 或者我讲完你们可能会听不懂的话呢 适当的做一个普通话版本的翻译啊 让大家知道 当熟悉了这个声音 或者熟悉了这种口音的话 你们也就舒服了 我总觉得啊 在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色 你像呢 咱们摩完去啊 也出现过这种粤语的视频 但是作为我们东北人来说 我们东北话来讲 还是多数时候是比较接近普通话的 只不过是大连的游戏个别词语 你们第一回听这个东西 你听不懂 所以呢 你们看我视频呢 孙杠也是了解一下 大连的一些地方的凤土人情吧 差不多该讲就讲了 那这一次呢 我们也来看看盒子啊 这次的盒子呢 其实这款玩具 我是头上这才买的啊 在谋舵买的 为什么呢 他们说谋舵便宜 果然是挺便宜的啊 价格方面我就不多声嘛啊 盒子奉会 奥一标志 铁壁铁进版啊 这次叫铁壁啊 为什么阿童木不在呢 然后呢 奉会的一个照片呢 是载具形态的一个美图 有秀图的痕迹 后面的这个暗影呢 是人形的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趣事 特别清楚啊 顶段呢 是铁壁啊 侧面印文表 这一面呢 是一个说明书 我其实我想骂一骂 这个说明书哈 这个说明书做的有点省料子 我觉得你说明书 你做的就应该大大方方的 你做的这种进鼻夹眼 特别扣手 特别小气的话 其实别人看的也不太舒服 虽然这个东西变形不难 但是呢 你做一个说明书的成本 也没有多少钱 后面呢 就是这个 一个绘画图 大力狗的一个形态 可以看到两种形态 切换一下啊 好 盒子方面就这么样 那这一次呢 也不废话 我们就把这个载具形态啊 拿出来做一个对比 那这手 手上这边上啊 是正版 然后呢 铁了一些 由菊气玩具出品的一些 细节贴纸啊 增加了一些细节贴纸 还做了一些干扫和旧化啊 所以本身上面呢 是有一些涂装的 而这个呢 就是KO版 我们都同意俗称为它KO版啊 因为这个KO版好叫一些 那从整体的一个发色 从载具上面来说啊 其实正版呢 要用于KO版非常非常多 从颜色方面来说 KO版的这个颜色呢 就觉得非常的暗沉 没有光泽 而正版的这种黄色啊 这个颜色呢 非常非常的鲜艳 而且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有活力 非常舒服 然后细节方面呢 做一个细致对比 情况下你就发现 其实在细节方面呢 KO版本呢 也有省略 正版在这个位置 它的细节呢 是类似于这样一个形状 而KO版本呢 在这个部分呢 它的细节呢就省略了 不会像正版的细节呢 做得这么好 而且呢 正版在打锚顶的一些地方呢 KO版本呢 也是打毛病 但是锚顶是不一样的 包括一些层次感啊 这些细节上面呢 KO版本呢 是做出了不少的省略 你可以看到这顶上 这一层 正版呢 是有一个分隔线的啊 KO版本就没有 包括这里面的细节 我总觉得是KO版本啊 超数据没超明白 反正呢就是从这一侧呢 就可以感受到说 KO版的细节方面啊 正不如正版来的那么舒服 包括这个驾驶室方面呢 KO版本和正版呢 区别性也很大 KO版本呢 是采用了这种金属蓝色 偏渗蓝的一个配色 而官方这个版本呢 也是金属蓝 但是是天蓝的这个配色啊 区别性也很大 呃 履带方面来说呢 整个的颜色来说 KO版本呢 会稍微发灰一点 整个的一个质感方面呢 也不如正版的来的那么舒服 颜色的分色方面呢 细致程度来说呢 我觉得搬进对拔脸 然后从正面角度来看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区分 可以看到这两个塔架子部分啊 呃 正版呢 是采用了黑色 也就是黑不留球这个配色啊 然后呢 KO版本呢 是采用了灰色 灰不留球的配色 包括这两个杆架子部分呢 其实正版的一个细节的程度呢 都比KO版本来的更舒服一些 而KO版本呢 就是硕大的水口 还有这种料子方面来说呢 相比于正版的都比较糙 但有一点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舒服的 就是这个爪构 在KO版本的时候呢 这个爪构呢 不是特别愿意送洞啊 但是正版的这个爪构呢 是非常愿意送洞的 而且呢 我也是把KO版本的这个爪构呢 拿下来给正版用 也可以看到啊 其实正版呢 抓完这个杆构 也是不送洞 这一点呢 这个爪构方面来说呢 KO版本还是做的 有点那么一点意思啊 然后呢 前面正脸的部分呢 细节方面来说 其实也差不多 但是如果细看的话 我觉得KO版本的涂器 在车创方面来说 稍微是差点哈 跟正版来比呢 气面涂状的 不是特别匀糊 然后呢 在这一面呢 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啊 KO版本呢 是没有这个3C这个标志的 在这个部分啊 正版是有的 然后呢 在一些细节方面呢 也不用我说了 这个细节方面层次呢 还是差的不少 也就是说 KO版本的这个细节呢 比不上正版 顶端的这个角度呢 我们也来看一看啊 整个的一个细致程度 包括刻线的伸紧啊 这个KO版本啊 也是做的不如正版 那整体来说呢 就是赵猫画虎 大体的一个样子 那整个的价格也在那啊 我个人是觉得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底盘部分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正版呢 这些连接件呢 是采用了 灰色的塑胶 而KO版本呢 是采用了和履带 比较接近的黑色塑胶 像对于一体性来说呢 我觉得KO版本 这一次黑色塑胶 用的会更加一体性足一点 包括脖子这个部分 官方的版本呢 这一次的绘色呢 是采用了这种浅色的绘 而KO版本呢 采用了肾色的绘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肾色绘呢 质感方面会更好一些 这个架子部分呢 有一点相反 官方呢 是采用了黑色 而KO版本呢 是采用了绘色 我觉得这个绘色架子 不如黑色架子来的好 那细节方面来说呢 是差的不少 在人形方面 我们简单再来看 那接下来呢 我们针对于这款玩具 开始变形 这个玩具的变形呢 没有什么难度 第一次变形的时候 个别卡扣呢 还是处理的比较紧 所以呢 在变形的时候 还是剁少少 要小心点 这两侧的卡扣 给它蹦开 尤其是这一面啊 第一次变形的时候 这个卡扣 特别紧 特别紧啊 所以要小心小心啊 再小心 你看卡扣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呢 脚步 就给它转过来就行啊 这侧也是一样 卡扣 它这个卡扣呢 就调整的比正板要紧太多了 然后拔下的时候啊 稍微小心点 一定要拖着一点根啊 变 不然的话 变形的时候容易产生背距 这地方特别紧 好 然后呢 脚掌部分呢 我们来调整一下 该折过来的就折过来 其实它这个脚 其实怎么变都行 没有说固定了 说这个脚要怎么样怎么样变才对 就是说这个脚呢 是剁角度的变形 然后呢 这个地方往上抬 这上面呢 往上翻就可以 这有个卡扣 这个说话旗舰 这个高塔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我们也顺便呢 把这个正板做一个变形 其实对于这个地方话普通话 我最近其实也自纠结了不少啊 也自问了一些轴边的朋友 当然了 大连轴边的朋友呢 都觉得地方话呢 更亲切更为轻松 然后呢 我最后折中采取的一个意见呢 就是会以一个地方话 作为一个常态话 来做一个展示 但是呢 多数时候呢 讲的这个地方话 一定要让大家听得懂 大家听不懂的话 这个地方话呢 就没有那么多乐趣 或者没有那么多讲解的部分 但是呢 如果说 哪一期的地方话呢 听得不是特别懂的话啊 希望大家也是留言 日常的提出一些 你们的这些想法啊 然后我们多交流交流啊 大改呢 是不可能大改的 但是小改动呢 还是有的 包括人形呢 这一次局器的贴纸呢 我也是贴上去了啊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这个正版呢 有个什么毛病呢 正版呢 要是稍微往后仰一点啊 它这个履带根本见识不住 所以说呢 在正版方面来说 已经出现这种 有点类似于反送的现象 如果正常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 稍微往后仰一点啊 就偏送的一个现象 可以看到啊 然后这个KO版本呢 可能也是杠上市杠处来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各处的关节呢 处理的要比正版来的紧实一点啊 但是时间长了 它紧不紧 我就不知道了 那总共总共来说呢 它现在的处理是比较紧一点 好 细节方面我们再来看 首先是这个头调方面啊 正版这个头调呢 我是做了一些干扫 可以看到这个细节非常精彩 非常丰富 而这个KO版本呢 从细节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弱化的非常非常多啊 比方说眼睛这个红色涂状 正版原先是红色涂状 我都是扫成银色的啊 这个KO版本就不是 KO版本呢 这个眼球并没有涂状 而且呢 细节和一些层次感来说呢 还是正版完爆于KO 非常有神韵 而KO呢 就是呃 枪铁色的一个底色吧 打的不是特别有神韵 然后份色方面来说呢 一些盖有的金属色呢 和正版一样 它是都是做出的一些金属色 那细致程度来说呢 我觉得正版的这个金属色涂状呢 和KO版本呢 就搬进对八点吧 都不是涂得特别好看 然后内部的手部呢 我觉得这一次KO版本 这个手能更紧一点 然后正版这个手呢 稍微有点耸啊 但正版这个手是这种活扣的啊 这种活扣的 KO版本呢 是做了一个锚定 在这个位置 然后脚部的关节来说呢 整个的脚部 先来看一下KO版 然后再来看一下正版 其实正版的这个 更不关节 还是更舒服一些 然后呢 侧台 包括这个平转 这些位置呢 正版呢 要稍微送一点 然后呢 KO版本呢 这个位置 几十度呢 都挺高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 这款正版呢 买来的时间呢 较久一点 所以在一些支撑 力度方面来说呢 稍微弱象一点 然后再可以看到 腿部这个位置的颜色 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哈 正版是绘色的 然后KO版本 是偏黑的一个感觉 然后合进的位置呢 大家想问在哪 其实我摸了半天呢 合进位置在哪呢 在脖子这个位置 脖梗了啊 脖梗呢 就是脖子 在脖子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合进件啊 摸起来稍微 定量一点的感觉 还是比较带劲的 然后整个的 更正版的涂状嘛 其实我觉得吧 差的不是特别多 今天呢 也是走一个简短事件呢 顺便跟大家唠一唠 我最近针对于我视频的 地方放眼改版的问题啊 顺便也是跟大家 回顾一下这个模具 整个的模具吧 控制的我觉得还行 嗯 我还是这个意见吧 就是KO版本 最后版 我售齐一套 我会把KO版本 组成这个大力审 也就是大力狗形态啊 然后正版呢 因为我铁了那么多细节贴纸 而且呢 在人形呢 我也做了一个美化 我可能会选择 弹体人形 作为一个摆放 这样呢 一套人形 一套这个组合形态 就摆出来了 回头要是有闲钱的话 也可以 再搞一套 作为载具形态 这个展示 其实这个细节贴纸 做的还是 非常到位的 嗯 这个KO版本呢 价格反正也是在那摆着 不到正版 三分之一的价格 买到这个玩具吧 整体来说 还是可以的 多少少呢 有些送洞啊 或者是有些不紧 或者有些卡扣过紧的现象 其实在价格方面来说呢 对比一下价格 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这就是我今天呢 简单跟各位说的 各位的意见呢 我也会细取 多数时候呢 我会正对于 我自己的这个 鱼印呢 或者一些放言呢 做出一定的诱化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提出一些宝贵意见 好 咱今天视频啊 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打兴趣的朋友哈 觉得有用的话 来不过贯注 点一下 苏13点支持一下哈 好 今天视频做到这 拜拜 欢迎大家来到玩摩会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赞 投币 收藏 还有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